我們對二極體的認識 其實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符號 它這個順向導通力降結子 然後它的導通電流 跟它跨壓的關係是 IS Potential VT除以VT 這是它的跨壓對它電流的關係 當然你也可以 假如說你列一個轉移曲線的話 最理想的跨畫大概就長成這樣子 所以它超過我們電壓之後 它就導通了 它就接近Risket很小 在利於某個靈界定壓之前 它就形容就是觀善 不過這當然是理想 實際上你用PM介面秀出來 設計出來的一個 一定就是你Potential的上升 所以說這個紅色的對到之下 我們比如說這個東西 假如說這邊是VD VD的畫壓這邊 它是它Dial的所導通電流 在這邊Dial Connected Load 就是說你把Mores跟BJP 把它設計成跟這個 左邊這個東西有類似的曲線 或者說類似 但是不是一樣的曲線 只有類似的曲線 所以它怎麼做呢 它就把這個 這個GAT跟JP 它直接接在一起 GAT跟JP 接在一起 這邊的GAT跟JP 接在一起 GAT跟JP 接在一起 那當GAT跟JP接在一起的時候 就變成說它必然操作在 Situation Origin 因為它的VG delay一定小於VDH 所以說不管是N或P 這邊都是讓它操作在Situation Origin 它操作在Situation Origin的時候 它的這邊 你注意到它是接在一起之後 它就從三端元件變成兩端元件 當它變成這個Dial Connected的時候 它原來是GAT Grant 它有三個端點 你發現說它用所謂Dial Connected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是把其中兩個直接接在一起 那對外面來看 它就是兩個端點 因為它這邊 它已經沒有三個端點 這三個端點直接接在一起 那你們兩個就合併成一個 所以對外界而言 它已經變成像是電阻一樣 那種兩個端點的元件 在這個兩個端點的元件 因為它遵守這個Situation Origin 底下的公式 所以說它又有K VGS-VD的平方 K加Namda VDS 那注意到 因為現在 VGS 跟VDS 是一樣的 這邊的VGS 跟這邊的VDS 是一樣的 因為你們兩個轉路 比如像下面這張圖也是 VGS 就等於VDS 所以說在公式上面 其實你會把它全部都寫成VDS VDS 然後VDS 去平方 一向那邊倒VDS 這個東西你在做VDS 它的跨壓在改變的時候 它是一個平方向的上升 這邊也有一個微幅的上升 它可能一看它跨過臨界定量之前 它就是便宜0 當它跨過臨界定量之後 它就直接很急劇的上升 不過這個急劇呢 是平方向 這邊在補一個浪達VDS 在那裡說 它主要還是靠左邊這個平方向的上升 所以你就看到這樣的上升 那 它就說 像這樣子 就好像是要把它比你升上這樣子的行為 不過 你還是可以知道說 平方 它跟你Ponential 以Ponential的效果是比較強的 平方的效果是比較弱的 平方的效果是比較弱的 所以說 它們上升的趨勢的強度是不一樣的 但以Ponential它的強度是遠比平方向來的強 不過 其實是這樣 它就說它是Dial Connected 它把它自己用這個東西 用 像是這樣子 它跨過某個臨界變壓之後 它就好像是急劇的導通 在指之前 它就這樣關上 它就追到這邊 它這邊它就繼續上升 那你就是 只要你用兩條線來去看它 它就一條直直一條 但你覺得這樣是有點邪惡的一個鏡子 但是 它實際上它對Dial Connected 就是說它希望這個MOS 它現在使用MOS 它要做到像是Dial 怎樣它跨過某個電壓 它導通 而且急劇導通 而且是從三端變成兩個端點 因為原來MOS是三個端點 它把它變成是兩個端點 但它的I跟V變得有點像是Dial 跨過某個臨界的導通 就是我定義這樣子的連接方式叫Dial Connected 那PJT可以MOS可以做成Dial Connected PJT也可以做成Dial Connected 那PJT的接法 它的接法就會變得跟MOS 是很類似的 你可以看到這邊 我把我的GAT跟Drain接在一起 我把我的BAT跟Collect 這是N型的 這是NPM 那這是P型的 我把我的GAT跟Drain 我把我的PMD 我把我的Face跟Collect 接在一起 那當然你知道說 這個東西 對於這個東西 因為它的VPC VC等於0 一般而言 我們會去辯認 BJT它是操作在Proactive 或SituationRegion的時候 是用它VPC大於0 還是小於0 來判斷 當然我們是希望操作在Proactive 這個MOS不一樣 MOS希望它在Situation 但是BJT 所以希望它在Proactive 它假如說用 那個Proactive的公式的話 它就是 就是 Pi as potential VBE 除以VT 因為你現在 VBE VCE 所以說你就把 VBE 直接用VCE來 代 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看到 IS對IS Panential對於Panential 然後VTE 然後 比如說 VCE 對到VD 它就是 看起來就是 式會變成完全一樣 不過當然 他們的IS 只會根據他們的結構 而有所不一樣 所以我們定義 這樣子的東西叫 Bio Connected 把他的GET 跟他的GEN 結在一起 注意喔 只要把GET 跟Source 結在一起 它就沒有EJ等於 EJ等於 所以直接就關掉了 因為它現在是要把 這個CommonSource 去接到 所謂的 Bio Connected 把負債 把負債 降結 它的GET 跟GEN 結在一起 右邊是另外一個 它就是 這邊全部都是N型 這邊全部都是P型 這是P型的 CarbonSource 接到 P型的 Dial Connected Load 在這邊我們先看一下 這兩個電路 他們對應的小信號 這在課程上沒有 不過在這邊 我們就畫一下 比如說 這邊是我的輸入端 這邊有個GET 輸入端 輸入是在Source 這邊輸入 然後 它的GET 是接到一個直流準位 接到最高準位 這邊呢 在交流的事件裡面 它等於接地 在小信號它等於接地 這邊是它的GEN 它會等於接地 所以說你要從這個點 往上看 會看到什麼東西 從這個點 往上看 會看到什麼東西 那 這時候你就可以 第一個是 我這邊 假設我有測試電壓源 我畫在這邊 這邊 我測試電壓源在給的時候 因為送進去的電流 是多大 我用 我的活塑 在這邊產生的 跨壓變化 對應到 這個送進去的 這個往上流的 這個電流變化 我就得到 往上的 等下我的小信號電流 所以說在這邊就是 這邊輸入的電流 它把它用什麼 用這邊這一路 跟這一路相加 這兩路相加起來 的總和 就等於往下流的 然後它再把它加一個負號 把它的方向 偏倒過來 這個RO 它的一個端點 是接到Source 另外一個端點 接到是 這個Ground 交流的Ground 這是RO 那VGS 一邊是接到 Source 一邊接到是 Ground 所以說 在這邊 它的壓差 注意到它一邊接到Source 一邊接到Ground 這邊VGS 一邊接到Source 一邊接到Ground 所以就是說 這兩個東西 這個RO 它的端點 電壓就是 VGS 所以說它是用 VGS 去除以這個RO 就等於從這邊 往下流的電流 然後這邊 Ground VGS 就代表這邊 往下流的兩個 像加 Ground VGS VGS 然後還有VGS 還有RO 那就等於從這邊 往下流的電流 我再把它乘上一個布 它就 方向電倒 變成往上流的電流 它就是IX 那同時呢 我在這邊所產生的電壓 小進化電壓擺動 這個電壓 我是假設說 這邊有個正 有相對Ground 之間的壓差 這邊是正 相對Ground VGS 是說我這邊是布 我接地的部分是正 所以你在定義那個VGS 它跟VGS 它們的正負號的位置 是編倒的 但是大角是一樣的 所以說這時候 我就是VGS 跟VX 它是一個差一個負號的關係 那因此呢 我就可以把這個 這邊的VGS 用VX 用-VX 把它帶進去 這邊帶-VX 這邊帶-VX 我就把一個負號 直接把兩個的負號 丟到外面去 所以說這邊負負就得正 它就不見了 我右邊就只留下VX EX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VX 我可以把它提出來 剩下的係數是 RO分之一再加上GN 然後我就把 X移到左方右邊 讓它變分母 然後把這個RO分之一加GN 把它移到左方左邊 你就得到下面這個式子 那這個式子呢 其實 它在後面 它就是直接在進一步進化 它就是RO跟GN 分之一個病連 那通常 一般人是不太容易 直接從這一步走到這一步 因為 我們只能說 我們看到 經過經驗 告訴我們說 其實它就是這兩個病連 然後 這兩個病連呢 就是我的導數 加上你的導數之後 再去導數 OK 這是病連 就是我的導數是RO分之一 再加上你的導數是GN 分之導數 再去導數 所以說 在 當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往上看的時候 就會看到 RO還有GN分之一的病連 這個東西大家要 切記 切記 再切記 因為這是一個直覺 這是你真的 需要培養的一個直覺 當你看到像這樣子 從 看到一個MOS 它操作在Statuation Widget 你從Source 端 往回看的時候 你看到是GN分之一 注意到 這邊雖然我這邊是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 這是一個Dial Connecting 但是在其他狀況 假如說今天我這邊用一個點壓 比如說我就是 這邊是兩個是 我的DGD等於0 所以它在Statuation Widget 那假如我這邊稍微在低一點點的點壓 或我在高一點點的點壓 不管怎麼樣 我只要讓GD 小於VTH 就好 我就操作Statuation Widget 我就全部能夠畫成下面這張圖 我給一個直流偏壓 我只要給一個直流不會動的東西 我只要給一個不會動的 而且你操作Statuation Widget 是不是它都會畫成像下面這個圖 因為你這邊就是給一個不會動的 就是當作你交流日接地 只要不會動 也就是說 不是說你今天這兩個一定要站在一起 它才會看到這個東西 只要你這個地方是不會動的 這個也是不會動的 你就可以從Source 往上看 看到像這個東西 所以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直覺大家要培養 然後這邊是PMOS 它基本上它在畫小電話電路的時候 它會跟NMOS完全一樣 只是說因為這邊是往下看 所以我就把這整個電路翻過來 這邊VFI它在上面 接到G G到這邊接到D 然後這邊是它的G G也接到Ground 一樣它有個VGS 這邊是它的G 這邊是它的S 所以它是G S G S 它的電流是從G 往Source流 小電話這邊 這邊是G 你看它左邊跟右邊的圖 其實它只是 上下的鏡面 翻過來而已 我們剛剛是把LOD 它等效 所看到的效果 這個大家要等於LOD 它是GN G跟RO的定列 接下來下面這個就是 COMMONSource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是COMMONSource 透過輸入的電壓 VGS 在這邊產生一個壓控電流 然後同時 這邊的RO1 代表從這個點 往下看 它的電壓變化 它所額外產生的小型號電流 對於畫出來的小型號模型 注意到對於這個輸出點 RO1 對RO1而言 它是一端接到BL 一端接到BR 對RO2而言 一端接到BR 一端接到BR 對GM2而言 這個東西而言 一端它也是接到BR 一端接到BR 所以說 你可以把這三個東西全部合併在一起 因為他們的兩個端點 接到的準備都是一樣的 一樣都是一端是BR 一端是BR 看看RO2 看一下是GN1 都是接到BR 跟接到BR 所以說為了去做化解 我們就可以把這三個東西 全部merge 濃縮成就是 全部跟這個都併在一起 變成一個新的電子 就是三個人的病院 然後你在算這個等效增值的時候 你一樣可以說 我就有一個電流 從B開始往上流 經過這三個人的病連 再往這邊流 再流下來 然後 就是它的電壓差 就是這個輸出電壓的 零電位 減掉GM1 BGS 這個電流 再乘上三個電阻的電源效果 這個過程跟我們剛剛那個過程 是一模一樣的 最後你一下 一下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它的GEN值是 副GM 然後這三個人的病連 其實 從前面 不管是電流源的例子 不管是RS的例子 亦或是DAO Connected的例子 其實你最後 你就會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我把這邊的GM 拉出來 然後接下來把這個點所看到的 電子值 拉出來 在這邊看到總組織 就是三個人的病連 它的增益就是 副GM 三個人的病連 那假如說你對應到上面 這邊是 上面是RO2 下面是RO1 所以這邊它增益的時候 就是 副的GM RO1跟RO2的病連 這是這兩個 再回到一開始 在這個點 往上是R1 往下是RO1 所以說 它在考慮它的增益的時候 就是副GM R1跟RO1 這個病連 的病連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看到HOME SOUTS 你在算它的增益的時候 你就是 這邊GN先背著 然後從這個點 往上往下看 這個等效 組織是多少 就養成這樣的直覺就好了 你就不用再花一些時間去做 所謂的 我從哪邊開始出發 零電位 減掉 哪邊 什麼電流 再產生 再經過哪些電阻值 這樣也是一個方式 不過我更建議就是說 你透過這三個範例 你培養出一個直覺 就是 我只要算等於 這邊的GN 再乘以從這個點 往上 往下看 等效看到這個值 就等於最後它的一個 增益值 這邊其實 我們會把 歐1跟歐2 把它副業掉 因為 它的數量值 會是GN突分之一的 一個數量值之上 它們會差超過十倍 甚至會到一百倍 所以說 你會把 比較大的部分 並聯的部分 我們把大的忽略掉 串聯的部分 我們把小的忽略掉 所以這是並聯的 我們把 R1跟R2 這兩個都忽略掉囉 它就 約略等於 這個 付GN1 再除以GN2 那 這個GN 它又用我們前面的 OKI來表示 這個 兩倍 VUHL WL 53ID 然後這邊 一個是 這邊是一樣 MOS1 是在上面 GN2 MOS2 是在下面 1是代表這個 2是代表這個 假如它們是 留在 這邊是 一路電流 直接從上面往下流的話 它主態就是那麼簡單的話 還有其他 額外的電流成分的話 兩個電流 其實都一樣 然後它們都是用 同一套製程 所以說 DUHL 他們也都一樣 但在這邊它們只有兩個 在設計的時候 你可以設計出 它的尺寸跟它的尺寸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邊就把它們 尺寸的部分 獨立出來 剩下的部分都可以相消 都可以相消 所以就得到一個 WOL1 WOL2 就是這兩個電流 它的尺寸 就會讓你產生出不同的增益值 你調整它們的尺寸 來達到不同的GAN值 左邊是MOS的版本 右邊是BJT的版本 BJT BJT 就是完全相同的接法 把FAPE 跟HALLE 直接接在一起 然後這些CAMON 你也可以得到一個 一樣的增益表示方式 不GN1 除上GN2 實際說 在這邊 它的GN1 是IC 所以說 GN1 是IC1 這個GN2 它變成倒數 所以就變成VT 除以IC 你可以看到這邊 電流 IC2 跟IC1 的電流 這邊流下來的電流是多少 BETA 這邊是E 對不對 是BETA 這邊是BETA加E 也就是說 我的IC 是BETA加E 你的IC是BETA 那BETA 你就說 100倍 200倍 也就是說 當你在看這個式子的時候 VT兩個是一樣的 這個熱電壓 不會因為說你是 A類BJP D類BJP 它就有不一樣的電壓 VT都是一樣的 它只差在說 兩個人的IC 我跟你的IC 只差1% 所以說 這邊它 大約等於1 它的分譯是 大約等於1 這是不可改的 上面這邊 MOS你可以透過去調整 尺寸比例 做分譯上修改 下面的VT 它就是 這樣子裝的 就是單位分譯 你做得出來就是 UNIT UNIT 就是單位 我們做一個 一倍 一個單位的分譯